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 我们将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中国核动力潜艇为何突然在台湾海峡浮出水面 据南华早报 报道 台湾表示正在密切监视一艘解放军海军核动力潜艇 在敏感的台湾海峡通过的情况 这艘潜艇于凌晨5点左右被发现 距离台湾控制的金门岛约46公里 并且没有再次淹没 台湾国防部长顾天乐表示 军方已全面了解局势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台湾军事专家怀疑这艘潜艇是094型潜艇 并猜测可能是例行维护 技术故障或故意展示武力 新北淡江大学的林英宇教授指出 094型潜艇通常避免浮出水面 但不排除导航问题或技术故障的可能性 军事分析家王子文则认为 这可能是例行过境 目的是避免意外冲突 此事件引起了台湾立法者的担忧 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的一部分 北京则批评台湾新总统为顽固的分裂分子 称其领导可能导致战争 美国和其印太盟友 如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也对此事件表示关注 联手对抗北京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 究竟这次潜艇浮出水面是北京的武力展示 还是一次例行过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台湾海峡这片敏感的水域 一艘中国核动力潜艇突然浮出水面 瞬间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台湾的渔民在周二清晨5点左右 于金门岛以西约46公里处 捕捉到了这一令人惊讶的画面 这艘潜艇的现身 立即引起了台湾政府的警惕 台湾国防部长顾天乐表示 军方已经通过各种情报和侦查手段 全面掌握了局势 但并未进一步透露机组人员的意图 南华早报报道称 这艘094型潜艇的突然浮出水面 不仅让台湾感到担忧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艘潜艇随后被一艘解放军军舰护送回大陆 据目击者称 潜艇在被发现后并未再次下潜 台湾军事专家根据渔民拍摄的照片怀疑 这艘潜艇可能是094型潜艇 专家们表示 潜艇浮出水面的原因可能是例行维护 技术故障 水下地形变化 或是故意展示武力 新北淡江大学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教授林英宇指出 094型这样的核潜艇通常不会轻易浮出水面 因为它们的敏感性和隐身性需要保持低调 然而 它也不排除导航问题或技术故障的可能性 位于台北的中国高级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军事分析家王子文 Ziven Wong 认为 这艘潜艇的位置表明它正在大陆领海的12海里范围内航行 鉴于渤海造船厂从南海海南海岸基地向北移动的轨迹 这可能是在渤海造船厂进行任务转换或维护的例行过境 王子文说 他补充道 只有一艘解放军军舰护送潜艇 这一事实降低了技术故障的可能性 通常情况下 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 会派出额外的船只提供援助 他说 这艘潜艇的出现让台湾立法者担忧 这是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试图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的信号 尤其是在5月上演模拟封锁台湾的战争演习之后 这些担忧更加强烈 解放军演习是在赖清德就任台湾新总统仅三天后举行的 赖清德曾宣称台湾和大陆互不隶属 引来北京的强烈反对 北京政府严厉批评倾向于独立的民进党领导人 称他为顽固的分裂分子 并警告他的领导可能导致战争 北京方面一再声明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必要时可以用武力统一 美国虽然不承认台湾独立 但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 并继续致力于向台北提供武器 台北政府智库国防与安全研究所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的高级分析师苏子云 苏茨云表示 这艘潜艇的出现可以被解释 卫队台湾以及美国及其印太盟友的武力展示 包括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 已联手对抗北京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 潜艇浮出水面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避免搁浅 尤其是在台湾海峡的潜水区 军事专家指出 这是由于捕捞季节的高峰期 潜艇浮出水面可以减少被雨网缠住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2021年和2020年也曾观察到094型潜艇在台湾海峡浮出水面 晋级潜艇装备的JL-2弹道导弹射程达7000公里 可触及美国本土 最新版本094A型于4月投入使用 据报道 该潜艇携带的JL-3弹道导弹射程可超过1万公里 此次事件发生当前 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纪念日 这一突然地浮出水面事件 无论是技术故障 例行维护 还是展示武力 都让台湾及国际社会感到疑惑和担忧 南华早报 强调 这一事件是否会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仍需进一步观察 6月18日清晨 一个平凡又充满惊喜的早晨 澎湖渔民老里一如往常的出海捕鱼 没成想今天的捕获物 不只是鱼 而是一艘硕大的解放军094A战略核潜艇 这艘潜艇在台海中线附近突然上浮 给老里和他的船员们 带来了一次非比寻常的早间惊吓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老里在北纬24度0分 东京118度22分的海域 发现了这艘潜艇 这艘094A型战略核潜艇 携带着12枚巨浪 2A前射洲际导弹 正静静地在水面上航行 伴随着解放军舰艇的护航 这艘潜艇快速离开了现场 老里和他的船员们目瞪口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 刚刚见证的一切 不久后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 在立法院证实此事 并表示 台湾军方早已掌握了潜艇动向 但基于安全考虑 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他们可不是渔民 他们有着更高的责任 不可能随便分享这些信息 军事专家们也纷纷发表了看法 有人认为 这是因为潜艇故障 也有人猜测 这是解放军 在台海进行的一次例行航行 北京的远望智库 研究员周陈明分析称 台湾海峡水下地形复杂 不友好 这次潜艇上浮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 前往船厂进行维护或升级 毕竟094A型核潜艇在这样的潜水域中 潜航是非常危险的 浮出水面反而更加安全 澳门军事观察员黄东则表示 如果潜艇故障 那它应该直接返回基地 而不应该在水面上航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 徐瑞玲也强调 解放军潜艇在台海上浮 很可能是向美国发出威慑信号 显示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而在渔船上的老李和他的船员们 则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潜艇上浮可能是为了逃避美国和日本的侦搜 美军两年一度的勇敢之盾军演 正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海举行 潜艇通过台湾海峡 可以避免被侦测到声闻 所谓声闻 是潜艇推进器在水中航行时发出的独特声音 一旦被外军侦获 潜艇的隐匿性就会大打折扣 前台湾海军新疆舰 舰长吕李施也支持这种观点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潜艇选择辅航于台湾海峡 是为了利用水面噪音掩护推进器的声闻 避免被侦测到 这种策略不仅能保护潜艇的隐匿性 还能避免与美军日本军舰正面冲突 然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胡一山则认为 这次潜艇上浮 很可能是解放军对台施压的一种新常态 他指出 中国大陆不断通过军事行动向台湾施压 试图抹去海峡中线的概念 使台海内海化 这次核潜艇的高调亮相 可能就是这种新常态的一部分 不过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 对这种政治解读池不同看法 他认为如果解放军真要向台湾传递政治信号 应该会配合中国国台办 外交部或国防部的发言 而不会仅仅通过潜艇上浮来表达 此外他也认为潜艇故障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潜艇救援规模共分三级 现场没有派遣各式基建应对 不符合任何故障救援的标准 根据张静的分析 这次潜艇上浮 更有可能是在进行一项 穿越潜水海域的考核科目 这是解放军潜艇部队的经常性 考核科目之一 训练重点是隐秘地穿越潜水海域 前往位于深水海域的战备值班 发射阵地 这种训练区域包括渤海 黄海 广东外海 及台湾海峡南部等海域 当然 无论专家们怎么分析 在老李和他的船员们眼中 这次经历 无疑是他们捕鱼生涯中 最惊险的一次冒险 毕竟不是每个渔民都有机会 在大海上偶遇一艘携带 洲际导弹的战略核潜艇 而这次惊魂未定的遭遇 也为他们的渔船生活 增添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对于解放军094A战略核潜艇的 这次公开亮相 台湾各界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 这是解放军在台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也有人认为 这仅仅是一种避险策略 然而 无论背后的真相如何 这次潜艇上浮 还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解放军094A型战略核潜艇 这种庞然大物 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 也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的出现 无论是因为故障还是战略考虑 都在一次提醒我们 台海局势的复杂和敏感 对于老李和他的船员们来说 这次遭遇可能只是他们渔船生活中的一个插曲 但对于台海局势和国际关系来说 这次潜艇上浮 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事件 解放军094A型战略核潜艇的公开亮相 无意为台海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也为未来的台海局势走向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在这个充满风云变换的时代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整个局势的发展 解放军094A型战略核潜艇的这次上浮 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和广泛讨论 必将对未来的台海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让我先说明一下这次事件的背景 中国解放军的094A型核潜艇在台湾海峡浮出水面 无论如何都可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猜测 对于这次潜艇浮出水面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次故意展示武力 已向台湾 美国及其盟友发出一个清晰的威胁信号 这种行为让人联想到中共过去的军事展示 比如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也是一种武力展示以达到政治目的 哎呀 楚天书 你这分析也太阴谋论了吧 如果说这是一场故意展示武力 那解放军是不是还得在潜艇上挂一个大红灯笼告诉大家看 这是展示武力 我认为这次事件更有可能是技术问题或者例行维护 你知道 和潜艇和我们的手机一样 也会有技术故障 很需要维护的时候 再说了 这次只有一艘解放军军舰护送 这降低了故障的可能性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啊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武力展示可能性更大 你知道 不久前解放军刚刚在台湾附近 进行了模拟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 这次潜艇浮出水面正好是在演习后不久 这一点时间上得巧合太难忽视了 更何况 这艘潜艇装备的JL-2弹道导弹射程达到7000公里 可以打击美国本土 这样的潜艇突然浮出水面 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台湾以及美国的高度警觉 楚天书 你这种分析简直是把解放军当成了好莱坞大片的反派角色 现实总比电影复杂的多 你知道的 台湾海峡的水下地形复杂且不友好 这对潜艇的航行来说是个大挑战 许多专家都提到 这次094A型潜艇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搁浅才浮出水面的 你想想 一艘长达137米的潜艇在这样的水域潜航 那真是很玩躲猫猫差不多 谁也不想看到一个龟背突然撞上海底吧 谢琪琪 当然 技术问题和地形挑战确实是合理的解释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意图 北京一直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必要时不排除使用武力来统一 这次潜艇浮出水面 无疑是一种对台湾的警示 让台湾知道大陆不会容忍任何形势的独立倾向 就像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在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后 立即进行了强硬反应 这次潜艇事件也可能是在对台湾及其盟友施加压力 楚天书 政治意图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到天荒的老 但如果我们回到现实层面 还是技术上的解释更为合理和实际 举个例子 2021年和2020年也有094型潜艇在台湾海峡浮出水面的记录 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大的政治风暴 就像你我手机需要充电和维护一样 潜艇也需要例行保养 这次潜艇浮出水面 可能只是一次无意的技术问题 不需要过度解读 这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制造的空城记 有时候 事情往往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MING PAO CANAD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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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